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针对产业缺的问题,民进党中常会经邀请经济部次长公民新章案报告稳定产业缺的策略,民进党主席总统蔡英文会中裁是,经济部要确实执行释放土地的目标,并有效利用土地,而在让土地利用更加弹性的同时,也要避免有新人士吞的牟利,不刚炒作。 蔡英文指出,土地是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之一,更是国家珍贵的空间资源,要真正解决产业缺地的问题,必须了解缺的背后的综合因素,提出有效调配,充分利用土地的对策。 蔡英文说,新政团队已提出具体方案,也积极于产业面对面说明,更设置单一窗口,政府要让产业感受到,民进党积极,有方法的再解决问题。 蔡英文说,经济部已提出三大策略12项具体办法,目标在111年释出1442公顷,短期至少604公顷用地,这个目标务必要按步骤班,确实执行。 蔡英文指出,除了释放土地,有效利用土地也非常重要,新政团队要紧速改善工业区、产业园区、公共设施不足或是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状况。 在解决确的问题方面,蔡英文说,要让产业发展的环境符合当前的趋势,创造出更好经济成果,让全民共享,因此在让土地利用更加弹性的同时,也要避免有新人士吞的牟利,不当炒作。 经济部已提出合理有效的机制,请确切实施。 蔡英文最后表示,配合产业转型于产业4.0的发展,除了适时进行都市更新、奖励都市型工业区立体化发展外,政府也应该协助产业合理规划生产空间,让土地最佳化使用。